哎呦我的妈呀 结婚邻居大家好啊 周末还不回家休息啊 啊 我媳妇 喂媳妇 啊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周末 今天我值班 今天我生日 哎呀 我都忘了 怎么的 晚上还要炒几个好菜 隆重庆贺一下 炒什么呀 大葱蘸酱 鸡蛋炒大葱 葱毛羊肉 老婆 你等一会儿 我有点辣眼病 那个我跟你说啊 吃啥不要紧 明白不 主要是你把妞妞啊 哄着了以后 咱俩说话 来会听 这就很幸福了 我跟你说 这事别跟别人说 明白不 家里人都挺忙的 好嘞 你我的妈呀 赵经理 赵经理 Happy New Year 怎么的 你要过新年的你啊 啊 不是 说错了 那个是 Happy Happy Birthday 你还记着我生日呢 当然了 赵经理生日我能记不住吗 是不是来 赵经理 啊 看 你说我的妈呀 这什么 镯子 送给你一个镯子 不是 你别这样 你俩大老爷们 你送了个镯子 你能玩吗 我跟你说 我情感 他接受不准 你戴上 你给他戴手上 你别这样 选了你秀 不是 戴什么玩意 我戴什么玩意 我戴上 你说你 你送我个镯子 什么意思啊 那个不是我送你的啊 是门口的玉器店那个张老板送给你的 张老板送我的啊 不行 这可不能收 赶紧给人送回去 不是送给你的啊 是卖给你的 卖给我的啊 这多少钱呢 一百 哎我的妈咋的了 这么贵啊啊 哎呀我的妈一百块钱 他什么意思 卖给我这个 哎呦我的天哪 这有故事啊 我跟你说 你要听了 你肯定得买啊 玉器店的张老板 由于他资金周转不开 店呢 马上就倒闭了 就差这一百块钱 店就能买了 所以我一想啊 我们招经理什么人呢 我们招经理愿意帮助别人呢 是不是 热心肠啊 我咔我就给收了 你就得买 我跟你说 小鱼啊 我发现你最近啊 进步的很多 爱心满满 这就对了 赵经理你带得好啊 行 这是我买的 但是这一百块钱 我这 我没这么多呀 我一个月就五十块钱零花钱 这个月正好 一分钱没花 就五十啊 哎呦我弟妈呀 啊 堂堂物业大经理 一个月生活费五十 这样 小鱼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你借我五十块钱 下月我那零花钱下了以后 我还给你 没问题 好好好 来 四十二 你这还没我多呢 你这个 拿着 五十加四十二 九十二 不行啊 这还差八块呢 这么大窟窿怎么堵啊 也是好 啊 哎 赵经理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咱跟张老板商量赏量 嗯 说这镯子 咱不要发票了 能不能抹八块 那送瓶可乐呗 那就太好了 你跑这吃饭来了呀你啊 这样 还是动用一下我的私房钱吧 看看 看着吗 我就说 肯定有小金库 这还 搞得了了你还 看着吗 啊 看着吗 我们赵经理是智商 就踏着那花子 你看着吗 藏得多隐秘 赵经理 哎 瓶子 哎 不是 你那钱藏在哪个瓶子里了 不是 什么 这不就是钱吗 我跟你说这这就行啊 这这一个瓶子好几 你对不到 慢点 还有剧行的出来呢 你再再再再再你说啊 先先先先 等会 等会 这小区里 这就是啥 这不是瓶子吗 小区里边经常有人就乱扔这个 我没事就把它收起来 完了以后呢 那收破了的老刘来了以后啊 我就把这些瓶子送给他 今天下午老刘正好来 我就不送他了 我这回我把瓶子卖 不是 你继续瓶子能卖八个钱吗 没事 我到时候我跟老刘打一打感情牌 你爸 二爷我 哎呦 这怎么的 乌烟黄了 要改废品是不是站呢 不是不是 收起来 收起来 慢点 哎 好了 哎 哎 大姐吧 哎 这谁的 我的 这门口 张老板那个义气店买的吧 咦 啊 你咋知道呢 多少钱买的 一百 一百 哎呀 干嘛 一百块钱买的 怎么的 他怎么会是一百块钱呢 二姐我说什么东西 义气店张老板呢 这个由于资金周转不开了 店马上的稿币 就差这一百块钱 就能把店救火 马上呢 我们跳起来就都骂了 哦 这么回事啊 对 哎呦 大姐夫 哎 你说你这个一百块钱买这么个大物件回去 你媳妇 大米粒他能高兴吗 只听是就急眼了 但是没事 我回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 大姐话 你这个人啊 反正是小区不管谁有了难啊 你就会帮忙 对 哎 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嗯 但是小脸你这次做的也不错 爱心满满的啊 但是鉴于你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经济实力肯定不行 是吧 那这样吧 你们把爱心都传递给我 好吗 哎呀我给你们解决了吧 什么意思 来这是一千块钱啊 你拿着啊 哎 哎 一百块钱 你给那个玉器店张老板 剩下九百块钱 你俩分分 好吗 哎呦我的妈 就是我的了啊 哎呦我的妈 一百变一千了 哦 顺风 哎 顺风 哎 顺风啊 啊 我跟你说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哪 啊 越来越好 爱心满满 我 对跟你学的 咱不会变了这事吧 我要是后悔 我是你孙子 我管你叫爷爷 这帮邻居听见没 听见了吧 他要后悔 我就是他爷爷 都听见了吧 哎哎 哎 高刚的 哎 这事你也不能后悔啊 我不能后悔 我要后悔 你是我爷爷 我是你孙子 行不 听见了啊 有点 听见了 听见了吧 好吧 我的啊 好好好 哎呦我的妈 太好了 哎 把这个 你这四十二拿走 也上了 剩一千块钱 给张老板送过去 不是 这一百呢 给张老板送过去 九百咱咱咋分呢 干什么玩意 分啥呀 都给人家张老板送过去 都是他的 都是人家的 明白了 去 去 去 三老板 哎呀 哎呀 这咋了 三老板 哎呦 妈了 你咋来了呢 我送电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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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你就说大家帮你 你还用拿什么镯子卖我这干什么这是 刚着 这就是那镯子的鉴定书 太好了 把那钱给张老板送了 忘了忘了 这个 啥钱 张老板 卖多少钱 一千块钱赵经理说了 都是你的 不是 不是一百吗 整成一千了 是这样 我把这个镯子呀 我卖给钱算分了 给了一千块钱 这样窟窿补得此此时时的 卖给谁啊 钱算分 钱算分啊 哎呀不行 那啥 刚着 你给我要回来行不 那是镯子我不能卖 为啥呀 整地 他 我这一朝旗啊 那镯子我拿出了 那是我媳妇的家壮不能卖 你怎么拿错了 你家俩 赶紧找钱算分 把钱拿出来 快去 把钱算分 我这 干什么 干什么 要回来 求你干什么 要回来 我这找你的 见那个猪是吧 对对对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是不是 那镯子 有这么个情况啊 镯子它就不卖你了 是吧 去去去去 我钱给你没有 你给我了 镯子是我的 不是 我现在把镯子买回来 一千块钱 你等会儿 后悔了是吧 接着你们 后悔了 怎么办 不敢 不是你们便宜 就知道 你们不是 刚才不是说吗 爷爷 爷爷 你给我 我不给 我不卖了 你看什么 不卖这个 你怎么这样 哎哎 我的拙子 我的拙子 完了 我的拙子 小脸 哎呀 我的拙子啊 这可不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摔的啊 我我我我 我说一下 我的拙子完了 我的拙子啊 哎呀张老板 你不是 你这 你要是啥呀 哎呀 去扎到钱吧 你 不是一个拙子吗 我呸 一百块钱 干啥呀 这 这不是一百 是五万 五万 啥呀 嗯 小鱼啊 小鱼 老张啊 你别吓唬他 这孩子胆小 小鱼 起来 一百 一百 五万 哎呦 不是一百 五万 哎呦 一百 就五万 哎 行行行行 行了 你们俩点是殉情感的 在这 不是 来来来 你干脆就是 我 起 我 起 我 起 这多好 不是 阿姨 我 不是 曹经理啊 啊 你说这你一个 一个一百 他这一个五万 你说我这咋着呢 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说 怎么回事吧 啊 这个镯子 我确实是认识 啊 你站好了啊 哎 啊 这镯子就是五万 哎 行行行 你站好了 前一段时间 我带着二米粒 到那个张老板 那个店里 就去逛过 啊 二米粒就看上 这镯子了 哎 我跟你讲过价钱呢 四万八 你都不卖我 哎 一百块钱 你卖我大姐夫 你什么意思啊 张老板 老张啊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真的事啊 这不是嘛 我开那小鱼器店 啊 杠子没少超信呢 啊 这不 去年我个个竞赢不善 他不是就赔了吗 当时赔了个底超铁 人家那个房主 我天天对着 我要房主 杠子出面了 给我做蛋饱 然后我那小店 是活了 真正异象了吗 你说我现在 剩意好了 我能忘了杠子吗 劲着他剩意 我就琢磨着吧 我先给兄弟 一个好物件 上档次 踏着银 你给动一下 能要吗 指定不能要 我就琢磨着 琢磨这么个招 不是吗 老张 你说你干什么呀 你啊 你说你可真是 是的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事吗 朋友之间嘛 不能拿钱来衡量 明白不 你看你这这么贵的东西 你说你怎么整 你这样吧 回头我回去 我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我当时赔你 不 我要跟赵经理一起赔 我也赔一点 什么意思 不是 你什么 什么叫赔一点啊 赔一点 是一点呗 你啥干什么 你有钱吗你 你赔 你赔的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看看你吧 咋的了 这事明明你知道 怎么回事 反正你拿一千块钱 来干这事 是啊 人家余小俩人家没钱 人家说赔 这是一种精神 看你 你要有本事 你说个赔字 我关键叫爷爷 我赔 别别别 街坊邻居 我全赔 你拿啥赔 你拿什么赔 知道了吧 来你好好看看 这个破镯子你好好看看 是你那镯子吗 这不是我的 这是假的 这是我从地盘上买的 一百块钱都不值 假的这是 看好了 这镯子是不是你的 这是我的 我把它赔给你啊 谢谢你啊 别怕邻居们 我赔了没有 他怎么办 你这样 这个要向前任分同志学习 向前任分同志致敬 顺风确实是不错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哎哎哎哎 什么就怎么样了 什么就怎么 结果连你都做不到 我觉得顺风 顺风人之汉症的 我们要像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叫我来什么来着 我什么也没说呀 你说了 我说啥 管他叫爷爷 什么 爷爷 他替我叫了 哎 这叫我 哎呀 你楼里怎么办事的 哎 那个 这 这 什么钱 张老板 还有点事跟你说啊 当着啊 这钱 那个 是这样的 张老板 镯子物归远逐 我觉得咱们得庆祝一下 另外你看好长时间没有去你那喝茶去了 对 我觉得咱们得喝点茶 咱俩啊 哎 咱们喝什么样的茶呢 咱得喝有档次的茶 明白 但是这个当初他得花多少钱呢 安一千块钱都喝 必须安一千 好了 对不对 好好好 就安一千 这玩意儿 好大 定了啊 必须一千 好 你们看见没有 人呢得经常做好事 做好事心情愉悦 他们凭什么 喝一千块钱的茶 一千块钱是我的 哎 一千块钱是什么呀 好